比亚迪汉他来了 带着第五代DM技术 他来了 首先是外观的部分 可以很明显的对比出来 之前的汉DNA的车头中网 是一个满天性的设计 是有许多的度过四条点缀的 而现在呢 它统一了汉EV的前列设计 整台车是舒服很多的 而且呢 很多细节啊 用上了黑化的处理 搭配上这个未央灰的颜色 整台车是又酷又好看 而下面的进气口啊 相比起之前汉EV车型 它的单独的面积是更大的 因为里面有发动机嘛 一是让发动机更好的进气 二是让发动机更好的散热 打开机舱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二次款汉DNA机舱里面长什么样 可以放张图对比一下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它现在的整个机舱的布局 是更加紧凑了 那百公里加速呢 也从7.9秒缩短到了6.9秒 那不如我们现在赶紧把车开起来感受一下 今天呢我开的是一个中配的版本 那这包是一个以后主要走量的版本 那高配版本呢 是带有云脸C以及激光雷达的 理论上来说呢 高配带有云脸C那个版本呢 肯定是开起来更加舒服的 因为它的悬架可以支持4个单独调节阻尼 那虽然如此呢 其实这台中配的表现呢也不会太差 因为它标配了这个FSD可变阻尼调节 以及它底盘的后悬架 由原来的三连感变成了现在的五连感 侧倾的抑制呢 也是比老款要更加自然的 反正我开这台车的感觉啊 跟我以前开二三十万那种豪华C级车的感觉 是差不多的 MVH呢新款的前排是标配了双层夹胶玻璃的 对于外面的风罩呢是有所降低的 不幸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不是区别很大 而且由于第五代DM技术的升级 它的发动机和电机的噪音呢 是降低了很多的 据官方宣称啊 在城市快速路的场景下 它是降低了五个分贝左右的 不过吧 深踩油门的时候 还是能些许听到了那种发动机 从底盘传上来的声音 不过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个表现呢 已经比那种本田啊 丰田他们日系混动车要做的好很多的了 而今天早上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油耗测试啊 50公里的路程 然后呢车上是坐了两个人的 表显呢是显示3.5升左右的 虽然这个表显呢不是很严谨 但其实吧 与实际的结果也是罢酒不离食了 现在比亚迪还安排了一个场地 给我们进行对比测试 那竞品车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大宗麦腾330啊 那这次场地测试的项目 有直线加速啊 绕桩啊等等的 还是挺考验一台车的综合性的 没想到 这台汉的表现还挺出乎我意料的 首先是百公里加速 这台车7秒 那这台车接近9秒 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而且在绕桩的时候 汉有FSD可变阻尼悬挂 所以它的侧倾意志和车身姿态 都要比麦腾来的更从容一点 所以我认为这次汉DNA的升级 还是非常到位的 第五代DNA的技术带来的低油耗 以及对标C级车的配置以及内饰 我觉得这次它的升级 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不知道这份诚意是否打动了你呢 评论区告诉我